中国目前正在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 我们可以看到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在持续增长 中国的金融科技创新也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别是在移动支付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在目前的环境下 中国的金融机构迫切需要新的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 在时间和成本有限的前提下 推出新的业务来满足客户需求 在中国金融机构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很多 比如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来提高跨境支付的速度和客户体验 如何帮助企业客户拓展海外业务 如何有效管理金融风险 符合安全和监管要求 Swift因为其全球金融网络和丰富的跨境金融服务经验 在服务中国市场方面有着独套的优势 首先Swift全球支付创新GPI 已经得到了中国银行业的广泛认同 已经有上百家银行采烂了GPI 我们的服务团队正在继续支持客户的GPI业务上线 Swift也在中国积极推进心态的抱怨平台MH的部署 MH大幅提高了支持新抱怨标准的能力 以及接入金融网络的能力 更加高效、更加安全 对于即将开展的ISO20022抱怨标准的迁移工作 Swift也将结合本地和海外专家 一起来为中国客户提供咨询、实施、培训和相关的支持 欢迎大家参加今年10月在新加坡举办的Swift Operations Forum 来了解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